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今天大跌122点开盘出来 这个跳空的缺口蛮明显 不过是有回补 因为今天收盘只有跌54点 所以回补了一半的缺口了 来到12608点收盘 成交的总值是2078亿 开低走高 今天这个盘算是稳住 主要原因现在目前全球的焦点 都放在美股上面 这波美国股市的回档 来的是积极又猛 所以很多人担心说 三月的大跌会不会复制 有点这种恐慌的气氛出现 不过我看还好 因为CBOE的VIX 这个恐慌指标 虽然说美股的周二 是连续第三天下跌 但它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这收值又收在32点 所以相对而言 感觉起来不像是一个 要持续崩跌的走势 可能就是涨多的修正 涨多的回档 不过涨多修正跟涨多回档 连续三个交易日 美国的下跌 其实也跌幅非常的大 那在周二 道琼跌了2.25%的幅度 跌到了27500点 标普跌了2.8% 纳萨克指数中挫了4.1%的幅度 费半更是大跌了4.7% 苹果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收跌了6.7% 微软5.4% 亚马逊4.4% 谷歌3.6% 脸书4% 全都趴了 那另外波音也跌了5.8% Salesforce 就CRM跌了5.27%的幅度 高盛都跌4% Shifron也跌了3.6% JPM就是摩根大通 跌了3.5% 另外费能暴力指数里面的重量级股票 科磊跌了9.77% 硬材都跌了8.7%的幅度 科磊也跌了9% AMD跌4% 高通跌幅超过5% NVIDIA更是重挫了5.6% 台积电的ADR跌幅将近2% 唯独就联电跟日月光的ADR上涨 联电涨了5% 那这样子的跌势 告诉我们就是说 美国科技股这一次的回档是重新了 这一次 涨多之后出现了很明显的修正 另外特斯拉更惨 特斯拉居然出现史上最大单日跌幅 达到21% 21%一天 这一波特斯拉从高档回档 已经跌了34%了 真的是把马斯克的人气都跌掉了 那这样子的回档 到底后市会如何发展 也攸关台股 不过台股今天的抗跌 也显示说 在美股的大跌深中 台股还是有基本的支撑力道跟买盘的 那亚洲股市今天也纷纷的出现回跌了 包括日韩股市跌幅也都有1%左右 那当然也是受到美股的影响 不过你从日韩今天跌幅1% 也可以看到 其实并没有这么恐慌的气氛 过去 如果说美股这么大跌幅的话 日韩少说都跌个2%3% 甚至4%的但是今天纷纷收跌也是1%左右 那另外台币今天收扁2.5分 收在29.53% 此外我们看到在亚洲股市里面 香港恒生指数 今天也并没有恐慌的下跌 只有跌了155点 跌幅也仅仅只有0.6% 所以感觉起来亚股并没有受到美股太明显的拖累 那上证指数是相对跌比较多了 这个跌了1.8% 深层跌了3.25% 入股呢 主要受到美国对中心制裁的影响 准备要对中心制裁的影响 当然现在气氛非常的不好 这个美国的选钱 这种美中之间的对得跟角力 一定会层出不穷 好那这样的情势 我们怎么关注今天的台股呢 我们赶快请教大华国际政卷投顾的 阮慧之分音师 阮慧之分音师你好 阮慧之分音师你好 好那今天外资出现比较大的卖超 在集中交易厂卖超了98亿 三大法人同步站在卖方 自营商既昨天大抛了34亿之后 今天再卖了29亿 自营商卖了很大手笔 另外投信也2亿多的卖压 今天三大法人集中交易厂卖超了有130亿 同时外资在大台今天减码了3303口 近多单流仓部位下降到28923口 小台则是空了1377口 那恐慌指标还好 这个VIX是下跌0.24点到22.37点 所以从这个指标看起来跟 美国的CBOE跟VIX也有同样的味道了 那王老师这个盘您怎么观察呢 对因为这盘的话 今天的话指数是拉下影线出来 那么因为美国算是连续跌3天 但是大家也预期今天晚上应该会反弹 那所以的话台股一向都是比较领先 所以的话既然今天晚上美国可能会反弹 那今天指数的话 当然就先拉下影线出来 那一方面来说的话 那么因为今天的低档 刚好也到了这个8月21号那根红K 就是8月20号的时候有一个恐慌性的下跌 那21号就拉出了一根红K 那今天低档差不多快要到那个红K的下源附近 所以今天的话呢 在低档的话就有市场的逢低买盘 就相当的强劲 所以你看外资算是卖潮 但是国内的法人跟市场的市场派来说的话 那今天的话呢 应该反而是有一些逢低在减便宜 只是说我们如果纯粹从大盘来讲 那毕竟现在的月线是下弯的 所以的话虽然是即便今天有拉下影线 但是要马上再直接上去 创新高或涨很多的话 应该是有相当的难度 也就是说 那事实上会先维持在这个区间之内 就是说上面有月线的卖的压力 但是下面的话又有上升的极限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因为指标现在在低档 还没有交叉 但是应该有机会会慢慢的开始渐渐的好转 所以我觉得指数来说的话呢 可能还是维持个区间 但个股来讲的话震荡就非常大 所以个股震荡大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一些 短线跟中线的这个筹码的调整有关 就是说如果以短线的筹码来说 那现在市场其实有很多资金是往传产的部分走 就是说因为电子里面比较重量型的股票 那或者是比较高价的股票 它还是压力所在的地方 所以的话呢 那部分大概没有办法一下子往上 那甚至有些股票也持续破底 但是呢 盘面上是人气有狗 因为成交量也还有2000亿 所以的话有些资金就往传产的一些股票 那大部分都是围绕在获利比较好的 就是说最近来讲报价有上扬的啦 那或者是说有些新题材等等 所以我觉得现在个股上面就会差非常多 第一个我们先说 在某些股票上面是有些转空 比方说你看像3661的事情它还在破底 那这一杀就已经杀到半年线这里来了 那今天的话是下跌代打了 所以的话呢 有机会反弹 但是呢 这种反弹的话 大概就是跌多的反弹 因为基本上上面的一个 就一个头部的形态已经出来了 那加上说基本面上面 之前有讲它本来股票比就比较高嘛 那当然中心的事件的话 它算是有受害 那再来的话 因为大家也担心飞腾 担心飞腾会不会是下一个被点名的目标 那这也是之前 它之所以大涨的时候的另外一个题材 所以就变成是说 这就是一种本益比的修正 那是说从高本益比 那修正到合理的本益比 那修正起来的话 这都会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就是说比较偏空的股票 像是世新也好 那或者像是翔硕 那翔硕的话 你看在礼拜一的时候 它大跌出量嘛 那昨天果然就有反弹 那反弹以后今天 就又停顿下来 所以五日线就会是一个短期的压力 所以指标也在低档顿化 所以的话 现在强入会差非常多 所以类似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呢 在高价股里面 就是刚刚讲的世新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翔硕 然后还有这个6669的微影 这个话呢 微影今天是 那天破年限反弹嘛 那反弹了之后 其实今天的话 又差一点点快要破底 所以的话呢 类似这类型股票的话 我觉得应该都只有跌升反弹啦 短线上的话 应该稍微要比较避开一点 但是呢 市场人气购 所以市场人气购的话 现在就变成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说 有些传散的股票 然后货币还不错 那或者最近有一些新的话题的 那就比较强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人气的族群 比方说太阳能的部分 跟这个风力发电 那这两个族群的话呢 现在变大涨大跌 比方说昨天冒迪是跌停嘛 对不对 那今天冒迪的话呢 打到11前就拉起来 那昨天的话呢 这个6443昨天也是跌 那今天的话马上又拉起来 两个都在11前反弹 那货币的话 因为17号 17号暂停交易 所以暂停交易的话 就变成是 会让一些筹码短线上会先走一趟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 大家在操作这类型股票的时候 就是说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当它开始容易 大涨大跌的时候 你的操作就把它改成短线操作 也就是说 在最好的那一段的时候 通常是不会打跌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大涨以后休息 或者是小涨小跌 但通常不会出现很大的 快速的这种大涨大跌 那一旦出现 开始大涨大跌的时候 就表示短线上的筹码 是没有前面那么安定 所以操作来讲的话 那当然 这个产业上面还是好转 可是你在极短线的操作 可能就要变成 比较短 进短处的操作 所以的话呢 这是在这个节能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盘面上一些资金的话 那就往一些 数字还不错的股票 传产的一些股票 那比方说像是台大化 台大化的话呢 就 它已经连续拉两根了 那么今天你看 早上到盘下 然后尾盘的时候呢 又拉起来 那但是到涨停就有人嘎了 就又有人先把它调节出来 因为呢 毕竟它今天也不是第一根了 但是呢 你看因为它的获利 数字还不错嘛 它的 7月份就占了0.64 那8月份其实营收是下来 所以数字一定不会比起越好 但是呢 因为8月一周下来 幅度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大家觉得 8月份的这个数字 即便下来也不会下这么多 那利差有可能会缩小 但是缩小的话呢 幅度可能一开始不这么大 所以的话呢 你看像大家觉得说 这个的话基本上的话 第三季还是会有好成绩 所以的话 短线上你看 这个其实也是市场 人气就是不只是头型 包括国内法人 还有包括业内主力 应该都是比较琢磨的方向 不过这种股票的话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 跌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买 几掌上去的时候 可以处理它 因为这种的话 其实业内在做 或者是法人在做 法人还比较很顶 业内在做的话 它通常很容易会快进快出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照技术面操作 那基本面的话 现在方向就往上 不过要注意油价 如果油价在继续打跌的话 他们这个利差的部分 后面的话就会缩减会比较多 然后再来的话 你看像现在的话呢 大家就往这地方在扩散 往这地方扩散的话 就还有包括台具也是 台具今天也拉起来 那1304今天拉起来呢 那当然就 就 就 就有人讲嘛 因为1304的话 今天1309也有关系嘛 而且EVA上个礼拜上来还蛮多的 所以的话你看 有些产产题材就要往这边走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呢 还有包括像是6582 这个是深丰 那深丰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乳胶手套 因为医疗级乳胶手套 最近涨价涨很多 年初的时候一支呢 好像这个价钱到现在的话 它好像从15到20美金 涨到60到70美金 所以的话 因为它涨很多之后 你看像6582这个 就开始往上 然后再来它的材料 它的材料的话 就2108的南地 南地也创新高 所以现在有些资金就是往传产 应该说短期上的一个避风港 因为它们比较尴尬 是说它们数字是往上 可是它们的评价 长期来说不会给得很高 它们一般来讲 比较没有办法 有很高的本益比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的话 你就基本上照技术面做 那当然的话 它数字表现不错 短期都还是会涨 那你看像是8924的大田 大田的话 今年也创新高 那大田 创新高的话呢 是讲什么呢 大田创新高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不能出国嘛 对 他听说球场都报名 球场报名 然后所以的话呢 第三季行动数字非常好 我是没打球不知道 但是呢 有打球朋友可以确认一下 险险的人很多就对了 对对对 以前大家要出国打球 对啊 现在也不能出国打球了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这个在户外嘛 所以的话呢 就是球场爆满了 然后所以现在第三季营收大好 获利也大好 第四季也单季不淡 所以你看大田 创新也在买 然后 不过他数字还不错 因为下午公布7月份 单月赚了快一块 单月EPS就0.99元了 所以的话 你看现在因为股价五十几块 所以短线的话就沿着五十线 所以的话 这类型股票操作 我觉得就是说 你就照技术面来做 强的股票的话就沿着五十线走 那如果跌破五十线你就减半 你操作金额就减半 那再跌破十十线就出场 因为的话呢 这种东西一股作气 那一股作气的时候 缩头的走法就是要沿着五十线走 那一旦破五十线就表示 它的抖度开始降低 抖度开始降低的话 就表示里面有人是在做插架 上架操作 那那个时候你就把你整个部位 把它这样一扳下来 然后再破十十线的话 可能就真的转弱 那个时候它就可以先退场 所以这类型的话 是短线上面市场上的一个避风港 那也是盘面上的一个热门的一个焦点 但再回过头来说 也不是只有那些股票 因为电子里面也有一些 就是本益比比较低的 比方说像是3078 巧威今天重新高 所以的话呢 你看像巧威的话 因为现在反而是喊到五块钱 然后八月的营收 八月营收也不错嘛 7.36亿嘛 那毛利有27% 所以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 EPS 我自己抓就大概有四毛多 所以的话呢 股价来看的话也不贵 所以的话低本益比的 其实都还是蛮有一些上涨的空间 相对都比较强势 那再来的话 还有包括像8103 8103的汉权 那汉权的话呢 这个也是走得相对强势 因为它今年的话呢 昨天才有一个这个法说嘛 那昨天的法说的话 回来的memo大概就是明年 应该保守也可以看四块钱 今年啦 大概保守也可以看四块钱嘛 那乐观一点的话就 有机会可能看到四块多左右 所以如果以它现在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便宜 因为它P1.10倍都不到啊 对不对 而且它的东西 其实还算是 明年算是成长力道还不错啦 因为它有新厂要出来嘛 那新厂要出来 再加上毛利也上来蛮多的啊 因为第二季的毛利36% 这个比前一季的毛利上来的10个百分点 加上它有这个Space的题材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因为现在好像才发600多克嘛 那总计有好像4万多克要发 所以的话呢 这个比较起来的话 也算是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那还有的话就是苹果 接下来的话新东西 那新东西我是觉得 9月16号台北市市 对对对 我是觉得手机应该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啦 因为手机应该大家都知道就这样嘛 不过iPad的那块里面 这个外接巧控键盘 其实巧控键盘都蛮强的 你看像是客家 那客家的话 其实现在的话都还是 一滴一滴高的格局 而且法人也一直在买 因为客家 客家其实还有一个miniLED 那miniLED是跟美商合作的 那个好像已经耕耘了三年了吧 然后所以的话 这个是用在这个北光的logo 所以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它就会比较省电 又比较轻薄 所以这个好像导入电竞NB了 然后它的获利 现在来看的话 第三季应该可以看到5块钱 所以你说股价170附近 这个也是 我觉得就有机会重新搞 所以的话呢 基本上目前的话 整个盘面的方向就是 有一些资金就是往传产里面 那传产里面的话就是 最近会有一个不错的题材 那最近会 不管是什么高尔夫球之类的 最近会较出好成绩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电子的低本义笔 那至于其他有些股票 震荡就很大 刚刚我讲的像人气的族群 刚刚说的像太阳能 或者是风力发电 我觉得到这个位阶 应该是要做短线了 跟前面一开始起涨的话 不太一样 那还有一些的话 像是原缸原展 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把你风高要出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是九月份嘛 所以九月份的话呢 马上就九月中旬了 那接下来的话 就会到十月份就进入第四季 那其实每一年 有一个特性 大家比较有经验 老手应该会知道 这个低级涨的股票 跟第四季涨的股票 都不太一样 每一年在前面三季涨的 跟第四季最强的 其实都不会完全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季涨的股票 是涨今年份 对不对 但是第四季涨的股票 是涨明年份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股票 像原缸跟原展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 有做很大段 那我是觉得 这边就不要再追了 应该反弹的话 应该要站在卖房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到数字很好 都没有错 但是呢 如果到明年的时候 它YY一定不会有今年强 也就是说 到第四季的时候 要涨明年的东西 要涨明年YY大的 不是今年YY大的 所以为什么每一年 第四季跟第一 第一季跟第四季 常常都不一样 对不对 常常就是一整年的 因为很少有股票 是第一季 长到第四季 基本上 我经验里面是不太有 因为除非那个产业 真的是要忘两年 而且是第二年的YY 还可以比第一年大 如果说第二年YY 不能比第一年大的话 那么通常 就是在第三季的尾巴 到第四季前面这里 就会开始出现 有一些获利了解的买牙 主角的要换人 对 其实每一年 第四季都是新面孔 你很少看到第一季 买的股票到第四季 还是当红明星 长一整年的股票很少 很少 真的很少 对啊 因为第四季的话 你再回来看 这个到明年 YY就不会有今年强 对不对 那个力道就会 虽然说数字 还不差 但是可能最好的一段 就过去了 所以的话 我觉得现在开始到第四季 法而这个 9月10月的重点 就是第一个 你可以在传产上面 做一些短线的股票 那我刚刚讲过 因为他们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评价 没办法给很高 就是很少 可以什么20倍PE 那个很少 那所以呢 你现在做的就是 最近的EPS不错的 然后呢 操作的话 就照技术面做 那我刚刚讲 五日线还在那个时候 沿着五日线做 那个是最多头的 然后破五日线 就减码一半 破四日线就先不用做了 短线就要走弱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电子低PE的股票 短线的话 最有机会涨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要 往后面 真的第四季的明星股部去 所以我觉得 真的大的股票会在后面 就是说 从九月中旬 一直到十月这个地方 应该是开始要涨 明年真的要涨 大段的股票 那种股票的话 一定是 就今年第四季 到明年大好的股票啦 然后不一定 在今年的上半年好 但是在今年第四季 开始有新题材 然后到明年大好的股票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 换股的时间啦 所以的话呢 这个大家操作上面来说的话 就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你短线强的人 你就在传产上面 有些股票 可以短进短出 基本上他们也很活泼 所以你要赚钱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赚大的那种股票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 从九月中开始 这里就是很好布局时间 那到第四季 应该是另外一批新的标股 那那些标股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赚钱的机会 是 所以这个主角换人 那我们的操作方向跟策略 也要改变 对不对 对啊 因为 顺应时事 股票基本上就是要做这个事 对 股票就是要做这个事 而且基本上面来说 每一年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所以才会很多人说 因为最近在很多人在讨论 圆杆圆斩两个嘛 圆杆圆钢 涨很会涨 跌也很会跌 对 因为它已经涨到这边 你说明年的话 它数字很好 而且它营收非常好 不过营收其实之前预告过 本来就会很好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最好 那段就慢慢过去了 那当然指标股的话呢 因为圆钢是基本上比较便宜 就是说如果你用数字来看的话 但是圆钢在昨天是报大量 那今天反弹嘛 那今天反弹的话 投信倒是卖得很高兴 每天都在买点卖时间 然后呢 所以你看上去的时候 十字线一定要站稳 因为十字线没有站稳的话 十字线下完 五字线下完 接下来月线 我觉得不一定会收 所以的话呢 这些就是说呢 今年大涨过的股票 那大家 当然前面也带大家赚过 这个我们好像赚了一倍 超过一倍了 然后呢 那我觉得大家就一起 前面大专的股票收起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 去准备买后面 第四季开始的新的主流 新的标股 那第四季其实也是最好 这样的时候 谢谢任老师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坏消息不断 这个连 最有希望的疫苗 都出现了 要停止试验的情况 就是牛津大学 跟阿斯杰利康 这家大药厂 合作的这支疫苗 因为现在目前 全世界已经进入到 临床三期的疫苗 总共就六支 中国大陆三支 另外呢 就是BioNTech 这个跟辉瑞的一支 还有就是莫德纳的一支 那另外一支 就是英国这个 牛津大学 跟阿斯杰利康 合作的这一支 结果居然出现了 这个临床 严重的反应 那今天张上纯爆料 说这个反应 到底是什么呢 严重的状况 是脊髓炎 这也稀人 所以说呢 阿斯杰利康 马上喊停了 就是说 暂停这个试验 那这个 最有希望的疫苗 都挂了 那到底年底 疫苗能出来吗 这恐怕又是一个 大问题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现在这个坏消息 真的蛮多 反正市场都寄望说 疫苗可能 很快出来 可以解救全世界的经济 看起来这个好事多磨了 好 那另外就是说 美国股市最近的大跌 也使得大家戒心升高 那今天有另外一个报导 也值得注意 就是我们最近都在看那个VIX 其实除了VIX以外 还有就是跟随的纳萨克指数波动 叫做VXN VIX 这个是美国股市的引波 但是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纳萨克指数 但是呢 VXN这个引波呢 这个恐慌指标呢 是专门是关注纳萨克的 那这个指标啊 最近出现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照来讲哦 纳萨克指数已经跌百分之十 对不对 这个VXN应该要大升 就是往上升 就是说出现一个反向的情况 但它没有哦 它还随着这个指数往下掉哦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投资美国的市场专家就说 这个表示啊 美股投资人把避险操作做得非常彻底 那要实现这些波动的隐含成本相当高 那现在波动却追上了这样的情况 代表投资人把操作跟投机的行为扩张到极限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哦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齐全的专家 冰冰哥啊 群意齐获的林志斌分析师 志斌你好 话哥晚安 你可以先跟大家讲说VIX跟VXN 这个到底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来讲VIX主要是追踪所谓的S&P500的 标普 所谓的选择权 它追踪是标普的 对对对标普的 标普本身来讲 它是比较属于比较综合性的一些股票嘛 比较没有所谓的比较偏颇到哪一个方向去 但是如果你说那是达克指数的这个东西的话 我相信比较大的大家在看来 是一些比较属于FNG这些权子类股的一些状态 所以它本身大家认为 即便疫情更加的严重的情况之下 大家认为因为之前 其实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也是FNG领长 所以纳斯达克就会相对的强势 而且其实在这样子来看的话 在过去一阵子 只要是疫苗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纳斯达克强于道琼 可是乔和S&P 但是只要疫苗越来越好 就反而变什么 反而是纳斯达克会强于 就是反而就是道琼会强于纳斯达克 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发生 那以目前看起来 为什么在现阶段的整体的走势 纳斯达克的一个这个 就所谓大概V10指标 反而没有那么高的情况 也有可能跟美国的一个所谓的交易者 他们很习惯的去做一些 Fay Put 去进行所谓的股票承接的相对操作 那他认为在股票在回跌的过程当中 他如果有办法去做Fay Put 去做承接的话 反而就让他什么 让整个市场上的 认为后续上涨的可能性 是相对的比较高的 反而就不会去拉高 他的整体的波动率 那造成他目前比较属于不准备 可是当市场在大跌的时候 做Fay Put 非常危险 是危险的 没错 但是他们目标来讲 还是要去承接 他的股票标的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因为如果说要让VIX或是VXN 这些指数大升的话 必须就是说 这个Buy Put的力量非常的大 如果说我不断的去追加Buy Put 我就说不断的去买进这个卖权的话 就会造成这些指数瞬间的飙高 因为价格放大 对不对 大家拼命去追加价格放大 所以就造成这个指数瞬间的飙高 现在反而不是 现在就是说反而是反向的 反向的在做操作 做Say Put的人 反而去把这个Buy Put的人的单都给吃掉 对对对对 就大家相信不会大敌 而且认为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可能都还是会有 这个这个就很堵了 对不对 就是完全跟你这个堵这个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Say Put 或是Say Code 它是一个无限风险 对对对对对 我只是赚少少的权利金 但是我要冒着这个杀头的风险 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常讲嘛就是說卖面粉的利润 去赚卖白粉的风险 这是这样的概念 但是如果当这个 但卖白粉是绝对不好 绝对不要笑法 我是是 民间俗语这样的比喻 对对对对对對 所以在这边来讲 其实当这个所谓的波动率 在过度的偏低的时候 也通常代表市场上认为 信心滿滿 對 信心滿滿 認為某一個方向不會發生的時候 那其實就有可能會產生什麼 往下崩的可能性了 這是大家投資朋友要特別小心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這叫做墨飛錠 對對對對對 這種東西真的是我們不要去賭這個東西 比較來講比較合適 好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最近不要去做什麼save put 你去做這個save put 去賺一點點權利金 你搞不好撕掉大本金 對 這個相對來講是 我認為風險性是太高 尤其目前真的整個股票市場 不管是台灣或者是全球的 相對的不穩定度都是高的 上下波動幅度也都是大的 它是一個沒有方向但是波動幅度很強 就是一天大跌之後隔天會大漲 然後再大跌 就是變得趨勢性比較不會像 從一月開始是一波大跌 三月是一波大漲 那接下來的走勢就會相對比較混亂 那這是不是被孫正義搞的 對 有一點點類似像這樣的感覺 那你覺得最後孫正義會輸還會贏 這個我其實也不太了解 對 他去買美股的個股選擇權對不對 通常美國股票的個股選擇權槓桿是多少倍呢 這個我其實沒有太過多的一個研究 所以你也沒有去買過 對 因為這部分 大部分還是focus在棋子這一個部分 但是台灣券商賦委託 應該也可以做個股選擇權吧 這個部分我其實也不太了解 所以還是focus在核心在整個期貨這邊 好 那基本上後世你的看法呢 對 基本上台灣的整個棋子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會延續震盪的行情 尤其像昨天 這個一整波大幅度的下殺 看起來有點些微的破底的感覺之後 結果10點10點以後 結算的行情又把整個帶上來 帶到還是回到12500到12700之間的這個震盪格局 那所以這個震盪格局出現之後 它目前看起來 你看匯價也還是持續維持在低檔 然後目前的散物籌碼也沒有太大的方向 所以就會造成整個行情都一直壓縮在這個地方 讓它比較沒有辦法出現趨勢 而波動會放大 但是趨勢不明顯的狀況就會讓操作難度變高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時間 投資朋友你可以去看一些目前比較低級期的商品 就是不要再往 就是目前指數在相對高位的台灣這邊的市場來做觀察 可能可以做一些長線的佈局 比如說畢竟來講 雖然我們一直在講原油可能還是有疫情的一個影響 所以造成它灰電 但是實際上在目前看起來 它都是一個所謂的美國沙特 這些OPEC這邊在做控制一個良性控制的話 它整個油價我認為在這邊會慢慢的一個阻底 跌不多就是了 因為跌不深了 因為最恐慌的情況其實大家已經看到了 而且目前大部分的經濟情況 即便沒有疫苗 它也不可能再做到所謂的封城這樣的效應了 因為封城接下來就會造成什麼 那時候是封城造成 大家認為擁有需求大幅度下降 但是如果接下來再封城 你經濟是不是會被拖廣 所以它不可能去做這個動作 不可能做這麼多 反而油價下跌的幅度就不會太大 上週油價跌8% 對啊跌8% 但是這個東西再繼續往下 就是認為繼續往下的空間 我認為是比較沒有那麼充足的 因為它接下來要在更差的環境的情況已經不復健了 因為他們一定會進行調控的 那美股現在目前的趨勢會是什麼呢 美股目前的趨勢的話 我其實目前指數類來講 我今天沒有特別都一直沒有講到指數類 是因為我認為它是一個混亂的環境 因為在大跌之後 以目前看來今天開低之後 三大指數全部又開始拉高 對啊 拉高的狀況 而且今天開很低 開非常低 開非常低 可是一路從低到目前 是一個多方趨勢一直上漲 對 可能會延續到美股開盤 才會有另外一個方向的產生 那這個方向其實 要我目前來看 我也看不出說 它一會繼續往上還是就止 它一會繼續往上還是就止 轉正向下 我覺得我在9點半的這時候 見正張 沒人能猜得出來 如果要我壓一邊的話 我覺得 壓多方的機會會高一些些 短線反彈 對短線反彈的格局機會是相對強一點的 對 所以指數來講 其實空間來講是比較低的 台股 台股當然就會跟著美股走 對 目前看起來走勢 其實說美股現在撲朔迷離的話 台股大概大家也不敢中壓 對 可能觀望的態度會相對比較厚一點 都是做短線 對 對 這樣子 Hydras 如果大家真的要做到長線的布局的話 你真的找最低級 我认为还是只有慢牛的A股 慢牛A股 对因为虽然他好像被中美贸易 就是川普这边会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压 但是他再怎么样也都已经相对属于低级期的股票 那各国要事实上 你在这个时间也去做介入 而且他说真的再怎么样 他疫苗也是最多支 对啊 虽然大家可能不太相信 疫苗是三支 对他是三支 基本上来讲也相对都恢复了一般的 就是工作情况了 也没有到所谓的像疫情有逐步严重的状况 虽然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况况是如何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 他们的工作环境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时候 他本身内需又相对充足 接下来还是会有机会进行拉抬的状况 还有还有大老板从大陆回来 这个违反防疫规定就啪啪噪了 可见大陆的疫情真的是已经让人松一口气了 从这个大老板的行为举止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吗 对对 他们已经来讲已经认为把这个逐渐转化成一个流感的概念 而不是像之前就是好像非常害怕的这种状况 流感你得了流感你去爬爬灶你也会感染别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概念 他们已经慢慢转化 因为这个疫情已经从一月到现在已经将近八个多月了 对啊 太久了 大老板被罚五十万 然后还要被集中防疫 集中管理 对对对对对 非常谢谢冰冰哥 谢谢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FM98.1 New98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的观点时间 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印钞到底是不是万灵单 我们看到这一次全世界疫情冲击之下 各国的央行 财政部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火力前开 就是要把通货膨胀制造出来 免得进入到所谓的通缩 日本失落20年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美国最近发表了一个新的名词 就是平均通货膨胀目标 有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全球央行会议讲出来 大家都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讲白话一点 就是说呢 未来联准会要允许两%以上的通货膨胀了 不会再以两%这个通膨目标作为 美国联准会的警戒线 超过几个月的时间也都无所谓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联准会担心 进入到日本所谓的通缩失落20年的状况 那你想看印了这么多钞票 为什么会没有通膨 而反而要担心通缩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印钞它绝对不会是一个万灵单的 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 不然的话 日本早就已经离开通缩了 而且呢早就应该是大通膨了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日本啊 从1989年啊 1989年是一个重要年代 为什么 因为当时就是昭和末年 然后平成初年 也就是平成元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1989年 那大家都1989年正好这个时间呢 也是日本经济啊 泡沫到最辉煌的时候 也就是说日本啊 什么都是最棒啊 这个股市也最棒啊 房产也最棒 经济也最棒 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 从一个战败国 这样瞬间的崛起 不可一世了 日本人以为他们是可以买掉全世界资产了 Japan number one 那从1989年 平成元年呢 一直到这个1995年 整个六年的时间 经济大泡沫 那泡沫了之后呢 股市房市会市三市齐摔啊 摔得很惨了 所以呢从1995年之后呢 日本就进入到所谓的 失落20年的时间了 那这失落20年时间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日本 这个一下通缩 一下小幅的通膨 那大概通膨率都不到1% 而且常常进入到通缩的状况 那另外GDP的成长率 平均也不到1% 那这叫做平成不矿 什么叫平成不矿呢 就是平成啊 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年代 叫平成不矿 好那日本 为了解决这个通膨的问题啊 利润央行总裁啊 就采取了非常多的方法 印钞就是各种的方案 直到呢 这一任的总裁 叫黑田东燕 那黑田东燕也正好就是这个 现在马上要 这个首相换人了嘛 就是小 这个安倍晋三所任命的 因为当时白川芳明啊 日营总裁是比较保守了 那五年任期到了时候呢 在这个2013年啊 安倍上台的第二年 20132012年是安倍当首相的 第二任首相的第一年嘛 2012年9月啊 那2013年 这个白川芳明啊 这个论其道了 安倍就立马 隔天就换成了黑田东燕 因为黑田东燕就是主张货币贬值 用这个宽松货币政策的 很有名的一个人 那黑田东燕从2012年到现在 足足的这个八年时间的总裁任期内 哇那扩大日本基础货币 购买国债 购买日本股票ETF啊 这个把日本的银行就日盈啊 就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啊 扩张到GDP的1.3倍啊 这是何其夸张的数字 就日盈现在目前 他的整个资产负债是 日本GDP的1.3倍 130%就对了 我简单用一个比喻啊 也就是说呢 如果联准会啊 要占到美国GDP的130% 他的资产负债表要扩张到多少 您知道吗 大概是25兆美金 现在目前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是7兆已经够夸张了 因为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3兆嘛 从4兆一下拉上去 大家都觉得说 哇联准会已经是大量印钞了 但是呢 跟日本比起来 你还是差远了 因为日本的比例的话 联准会可以扩张到25兆美金 那你想看日盈这样做 有没有把日本的通货膨胀拉起来呢 短暂 效果不大 那你这样做 有没有让日本的经济 经济长期的起飞呢 短暂 效果不大 也就是说 从日本央行的动作 这样子的扩大基础货币 这样子的购买国债 这样子的买入股票的ETF 这样子大量的印钞 都没有办法把日本起始回生了 你就知道说呢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印钞绝对不会是万灵单吗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 不是吗 所以从最近的美股的跌势 也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这个纳查克指数可以在三个交易率内修正10% 当然它因为涨很多是没有错 这个涨多出现了回档 你可以把它视成是正常的修正 但是它也告诉你就是说 在联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power之下 这个钱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股票也会三个交易率回档10%的 你不要觉得它只会永远涨上去不会跌的 所以也就告诉你 很多人误以为或是错认说 现在的股票不会跌 不管台股也好 不管美股也好 全世界的资产价值有宽松的货币 以及泛滥的资金支撑 因为钱没有用处 钱是垃圾 不是现在很多人讲吗 钱就是garbage 就是垃圾 就是trash 因为没有利息 你钱放在那个地方低利 毫无用处 还不如去买这个股票 买黄金买任何资产 这个观念现在开始在传播嘛 那大家都会这样想说 对呀没有错啊 钱这么多啊 全世界各国央行火力全开啊 基础货币增加 然后呢又是大量购买国债 然后又是印钞 那当然这个金融市场获得很大支撑 没有错 但从日本的例子也可以告诉你 你也不要误以为说 央行的力大无穷到可以 灯上天了 那当这个市场要崩的时候啊 当这个市场要面对地心引力的时候 它还是得正视这个事实 不是这样子吗 从这两天的美股走势 你会看出来这样状况了嘛 所以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个戒心啊 我们还是要一个真实对货币的认定 跟资产价格之间的认定 他说现在目前呢 美国的整个状况跟1980年代 日本的经济泡沫非常相似 他说1980年代就刚刚讲的啊 这个1989年啊 日本最盛极一时 一直到1995年 那段六年时间大泡沫 他说呢当时日本呢 任何跟房地产有关的业务 都处在一个投机的点上面 那现在他说美国最热门的领域 几乎也都是颠覆性的科技 云端运算数位支付电动车 然后人工肉 人造肉 或是任何跟家庭经济相关业务 这些业务呢 都推升了股票价格的串升 那他认为呢 这个跟当时日本房地产泡沫 有dejo vu的状况 就是四成相似 泡沫的种类不同啊 资产项目不同啊 但是他说呢 有一点是这样子的味道 他解释说啊 他说泡沫总是围绕在行业形成的 就是当时最红的行业是什么 最夯的行业是什么 他就会产生泡沫 那1980年代到90年代初 那最红的就是地产业嘛 就是大家都在封房地产嘛 所以说呢当时的泡沫就是在地产上面 那现在不是 现在是科技泡沫 现在大家都是封这个所谓云端啊 网路啊 这个地方呢就会形成泡沫 他说泡沫就像同心园一样会逐渐扩大 越来越多的行业呢会受到影响 然后获得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股价会跟基本面脱钩 而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市值营收比较PSR 或者有人叫做PS比啦 就是说一个公司的市值跟他的季度营收 或者年度营收相除嘛 除出来有一个所谓的PSR的比 那这个PSR比他举了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他说呢一般来讲啊 很少有这个股票啊 PSR是达到达到10的 你就说这个公司的市值呢 居然是他的年度营收或季度营收的10倍的 很少有 一般我们才讲说PSR超过1.5的股票 你都要很小心啊 更何况是2 更何况是10呢 他说最近啊 美国总共8,513档股票里面 居然有530档股票 他的PSR超过10倍 他说这个跟2000年的网路泡沫的情况相当类似 当然 发生这个状况不代表说美股会瞬间崩毁崩毁啦 也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也不用很紧张说 我今天晚上我昨天买了星巴克 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把它卖掉 或者说我的手上的苹果 我是不是管要把它抛掉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就是说金融的泡沫怎么形成 有两个原因形成 至少两个原因形成 一个原因呢 这个泡沫总是围绕在最热门的行业上形成 像最近的电动车也好啦 网路也好云端也好 第二个呢 一定是过多的资金所推升出来的 那这两个事情现在match到美国股市上面 但我们要不要讲说 现在就会立刻crash 也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也不要误会我意思 只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的成因 把它放在心里面 作为时时刻刻自己观察市场 跟警惕的方向 我是阮木华明天见 再次点赞 订阅 再次前转发表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